男人有这四个表现,说明对感情很在乎,他很专一 专一的男人和花心的男人永远是不能相容的两类男人 女人喜欢花心的男人,并不是因为这个男人有多好 而是因为这个男人能说会道,把女人欺骗 女人从内心来说,他永远喜欢专一的男人 那么专一的男人和对感情很在乎的男人会有哪些表现呢? 一般来说,如果男人身上有这四个表现,那么很明显他就是 一,吵架时从不说分手 很多男人和女人在和对方吵架的时候,一言不合就提分手 而对方也因为冲动就直接说分就分 这样的场景是不会出现在在乎感情的男人身上的 在乎感情的男人都知道,这么做是很伤感情的 二,从不说伤人心的话 伤人的话,人们总是认为气话无真,不要在意 在我看来,凡是能说出伤人心话的男人 一定很不在意自己的女人 这个男人多半是个渣男 三,做事情的时候总是考虑到你的感受 在乎感情的男人在做事情的时候 总是考虑到自己女人的感受 女人要知道,这个男人非常的了解你 如果他不够爱你,或者是不够专一,那他是不会了解你这么深的 不爱你的男人,他最简单的想法就是得到你的身体 四,很努力的工作,从不让你失望 男人这么做是想给你好的生活,给你美好的未来 他希望你们两个人能长久的走下去 不希望中途有插曲 对他来说,你就是他的唯一 五,别的女人暧昧,总是坚决的拒绝 不感情的男人是只爱自己的女人的 别的女人再好,再爱他,他都不会喜欢 当然他也看不上 在他的心里,现在的女人就是最好的 谁也替代不了 失去了你,他也就失去了这个世界